菩萨慈悲 太常慈悲 我女儿今天来了 昨天我们有见面 女儿是天生的不会吞咽 然后她就是 什么 天生的什么 天生不会吞咽 没有办法吞 然后呢 就是有轻度的肌无力 然后就是没有办法走路 然后我们就是找了医生来诊断 然后诊断以后现在可以走路了 然后现在吞咽有一些进步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 你给她念经了不了 您昨天已经开始了 让我们念经 还没开始啊 还没开始 快点啊 好 我们一定要 几几年的 几几年的 是一二年的 属龙的 你家族里面的 有人杀业很重 我家族里面的 是你家族里面的 是啊 那我们应该怎么样去 请您开始一次啊 很厉害 这孩子全部好 你们要做个思想准备 你们赚的钱 可能被她要用掉很多 你们大概放生 要十二万条 十二万条 谢谢您 这是一个 第二个 小房子 要念八百张 八百张 小孩子要走路 不难 一个腿还有劲 那个腿 骨头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现在我看她是 半边好 半边差一点 您说的非常的对 因为 她的那个头总是歪着 就算现在能走路 也是歪着头 没有办法走 没关系啦 这个孩子 主要是杀业 家族里面的杀业 她是杀了太多的 就是像捕鱼一样 你知道吗 鱼啊 吞咽啊 都不行的 她就是 实际上就是给她报应 这孩子 我觉得你们这些工作 做下去之后会好起来的 好吧 不过这种夜报 我觉得你们应该 全家要好好的念经 我可以告诉你 现在小女儿有这个问题 其实你儿子也有点问题 那我们要怎么样开解 这个问题 我们就要继续做这些 要度人 要许愿 要念经 好 谢谢你 明白吧 好吧 台长 心灵法门三大法宝 许愿 放声 念经 明白了吗 好好念经 叫你们 众善奉行 好吧 你这辈子 我可以告诉你 钱你们两个人不会缺的 因为你们上辈子有极功德 所以这辈子 叫你先生要当心心脏不好 谢谢您 明白吗 你先生心脏不好 而且你先生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脾气太倔 人家对他好 他对人家很好 两肋插刀 经常帮人家闯祸 你说得太对了 明白吗 好好的一起过日子 跟你先生说句话 为了孩子要克制脾气 懂 谢谢您 自己以后闯点祸 孩子都没办法照应 明白了吗 你多给先生念点心经 让他能够开悟 好不好 你真是大慈悲 谢谢您 你真是大慈悲 好好的念 解节奏 还有你跟你先生两个人 你要帮他念 请大慈大悲 观世音菩萨保佑 我某某某 和我先生某某某 化解 圆结 天天念 你先生会对你更好 你会对先生更好 你们两个人有圆结 明白了吗 谢谢您的开示 好吧 你也不要整天难过 人活着就得承受 当一个人能够承受了 就知道我以后 不要再到人间来了 你如果不能承受 这个人间的苦难 你就放弃人间 你可能会自杀 就更不好 听得懂吗 听得懂 所以要学会 要有坚强的信念 我这辈子来到人间 我就是来还债的 还完了大不了我就走了 对不对呀 有什么苦啊 谁来了不苦啊 你说哪个人不苦啊 对不对 谢谢您给我坚强的信念 我会好好地做下去 小眼睛 孩子还是会好的 好吧